嗨,伊丁的好朋友,大家晚安 今天一下班工作完 一下班马上就直接到了园子里面去 终于等到了那个季节到了可以做嫁接的时候了 现在各位画面当中你可以看得到 这是一棵,这是一棵石森的桃子的苗 然后种在这个盆子软盆,这软盆超级的大 而且这个软盆他用的这个里面的培养土 各项还加稻壳下去培育的话 真的是非常的用心 那我要特别提到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石森的桃子的苗 是由我们的同样是喜爱果树子 在这个领域里面超级要好的朋友 郭成兄和兄他亲自送给我们 伊甸园的一个桃子的石森苗 那一直放在我们的主园区里面 等待的就是这个季节的到来 那再来接下来就是昨天我们的假日 我们到了我学弟的园区里面去取了 这一个已经是确定品系 而且是已经去年就已经有开花 但是学弟为了为了让那一个就是 这个植栽不要那么早的挂果 所以他去年的花他并没有 并没有留着让他结果 那今年我看了一下 有一些已经开始隐约看到花芽 这一个是脆蜜水蜜桃的一个结税 脆蜜 好 那我今天就要利用昨天从学弟那边 取下的脆蜜水蜜桃的一个结税 来做食生的这个桃子的食生苗来做嫁接 这是我个人第一次第一次操作 水蜜桃的嫁接 所以我对于选择结税 等一下要选择哪一个结税 实际上也都还在摸索体验 那我待会就选择这个比较黄的 稍微有一点木质化的一个这个结税 来试试看 来试试看 那这个是我中医师学弟阿杨 他的脆蜜水蜜桃的一个结税 那我待会就直接在座里做切接 切接或者是披接 OK 好那我要直接操作咯 然后这个枝条昨天捡回来之后 第一时间都进了我们的冷藏的冰箱 然后再加上一些就是夹链带的保护 好那我先消毒一下这个工具 工具 工具 好那我先决定 好我就从这个地方做操作 从这个地方 那我从这个地方剪 好切面 那我取的 雅点哈 我取的雅点我就取 这两个 取这两个 所以等一下我会做这里的运用 好第一次 好那我做先刷 实际上我的宽度哈 有一点宽 好那 那雅点的部分我顶多只盖过一次 好盖过一次的实际膜 好 接下来 好 那我打算做 好 好 做 好 好 已经是批接了 打算做批接 OK 在这里 了 好 好 好 就 好 好 走 好 好 那我就試試看囉 好 那就好了 這樣一個接碎的切 好像有一點點的風險 沒關係,等一下我還有兩顆 我待會我會再做其他的調整 因為桃子樹基本上感覺木枝畫的感覺很明顯 所以豎緊的這個動作 我就利用電話簿來協助 再用一次 施納膜包覆 好 好 好 接下來上標牌 好 脆蜜水蜜桃 好,今天做假接的工作 第一次嘗試試看囉 第一個,我總共有三顆 這一顆選擇的接碎 感覺木質畫比較大 所以之後我會再選一個比較不要那麼木質畫 再操作第二顆獅子胎 OK 那這就是我利用了從學弟那一邊取回來的水蜜桃的一個接碎做的水蜜桃 然後交接在桃樹的10升秒上面的一個紀錄 OK,我們下次再見 OK,拜拜